大家好,我是佩晨 欢迎收看小宝贝大世界 我们常常听人家说到 倒吃甘蔗 甘蔗最甜的部分在根部 这是为什么呢 甘蔗在幼苗期 主要靠根部吸收水和养分 再传送给叶子 叶子行光合作用 制造自身所需的养分 等甘蔗逐渐长大后 便开始需要剥落几次叶子 这能使甘蔗加速向上生长 让甘蔗直接受阳光照射 制造养分 甘蔗将制造出来的养分 一部分供给置身成长所需 一部分存积在根部 所以根部就积存了比较多的养分 此外甘蔗的叶子蒸发需要水分 所以叶多的上端水分也多 糖分自然也被稀释了 而越接近根部 越少水分也少 糖分当然也更浓了 哦 我懂了 原来是这样啊 我们把稻吃甘蔗 比喻成事情越来越好 小宝贝 大事件 下次再见